我们是按照路走的呀 前后能插一分钟吗 这回闹大了 嚣张奔驰强行加塞惹众怒 夫妻俩下的瑟瑟发抖悔不当初 1月29日 一名旅行博主发视频称 自己驾车在徐文港排队等轮度的时候 遭遇黑色奔驰商务车强行插队 对方态度特别嚣张 手机拍摄画面显示 当时排队过港口的车辆特别多 他们的车一直跟在一辆坦克越野的后面 可不知什么时候 又便挤过来一辆黑色的奔驰商务车 看样子是想要加塞 当时博主并没有让他 这一下彻底激怒了奔驰商务 从副驾驶上下来一名戴眼镜的男子 他气势汹汹地走到车前 并表示 你们属大驴的呀 不知道让一让我吧 你们属大驴的呀 我们是按照这个路走的呀 我们是按照路走的呀 男子挡在白车前面 挑衅地表示 来来来快点撞我 白车表示我们是按照路走的 但男子根本听不进去 就是不让白车走 白车司机也不示弱 慢慢将车往前移了移 这下可被眼镜男给抓到把柄了 一拳头砸了下去 并表示 你们先撞到我 并招手让黑车赶紧过 前后能差一分钟吗 撞 你再撞 你想干嘛 你先撞的我 没撞你 好吧 我撞我身上了 随后从奔驰车上下来一名女子 看样子应该是眼镜男的妻子 本以为她是来劝架 可没想到两人竟是一丘之和 只见该女子拿双手插腰 一副随时都准备干架的模样 帮着眼镜男一起勿 你们打砸我们的车 我们也可以报警 对吧 你牛逼 你牛逼 他那麽啥 最后白车司机下来进行劝说 两人才肯罢休 临走前还不忘骂白车有病 为了不耽误大家上船 白车只能忍气吞声让他掀过 事后越想越气 便将视频发到了网上 没想到迅速冲上了热搜 网友们纷纷表示 光看视频就已经开始生气了 奔驰车两口子也太嚣张了 据悉 白车司机是一位 已经71岁的老奶奶 也是一名自驾游爱好者 平时没事就带着女儿一家 全国各地到处跑 这次孩子们放了寒假 老奶奶又开始了长途旅行 这次她准备去海南玩 长途跋涉了2000公路 马上就要到海南了 结果在徐温港码头 碰上了这档子时 自己驾驶的白色奇瑞引擎袋 已经被男子砸了一个大坑 老奶奶觉得 对方可能觉得自己有钱有势 开的是奔驰 别人就都得让他 你别出言不信员好吧 奔驰张口就骂人呐 这一下奔驰两口子彻底出名了 有人注意到 奔驰车牌是GF开头 是宝定车牌 于是正义的网友们先后 从博主的账号 湛江交警的账号 转战到宝定交警 还有河北交警的账号 最后涌入河北文旅 有人说河北文旅 这一年都白干了 随着舆论越闹越大 宝定交警很快注意到这件事 并在评论区回复 感谢网友提供的资料 现在他们已经和事发地的单位 进行了联系 目前事件正在调查中 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还请网友们耐心等待 此刻 想必奔驰两口子 应该已经瑟瑟发抖 悔不当初了吧 本来就是你们插队在线 别人让是情分 不让是本分 你们怎么能又骂又砸车呢 看眼镜男那气势汹汹的样子 简直能把人给吃了 但也有网友表示 奔驰车应该是从多车道 并入单车道的 按道理应该是交叉通行 但白车死活不让 这种事还真说不好怨水 但黑车司机确实太冲动了 那么大家对此又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踊跃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